醉酒女孩在街上差点吓到人 却不料女孩醉酒这一幕 早已被两个小混混看到 离开的男孩凑巧听到这句话 意识到女孩要出危险的 她连忙返回 可是下一刻女孩 竟然直接撞到她的身上 男孩连忙一把推开女孩 可女孩接着就在醉意下 说自己只有一个人 父亲刚刚在上个月过世 男朋友昨天刚刚和自己分手 所以自己真的是一个人 眼看女孩不住的傻笑 男孩直接将她带到了湖边行酒 女孩却告诉她自己很孤单 每天都像在坐船一样 她明明站稳了 却似乎一直在摇晃 听着她不停地说着自己的难过 从小娇生惯养的男孩 心中却动了心 当晚她和女孩以天为背 以地为床直接睡在了湖边 可是等男孩白天一睁眼 却发现 女孩早已消失不见 可是当天她锻炼完身体 正在台阶上坐着 却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 她心中一动连忙去查看 却发现那正是昨晚遇到的女生 正在喂养一个流浪猫 可她嘴里居然说昨天她喝醉了 早上一醒 却发现自己在一个 巨丑的大叔旁边 简直把她吓了个半死 男孩当时就无语了 自己有那么丑吗 可是不过向来古板的 她却没有惊动女孩 只是她却记住了这个地方 往后的日子里 女孩无数次来到这里 喂养流浪猫 而男孩也只是 静悄悄地看着从不曾惊动 这种了解一个人 默默观察一个人的感觉 莫名地让她很是开心 甚至是女孩不在的时候 她会主动过来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四年 她也静悄悄 没有打扰地观察了女孩四年 可是当晚醉酒的女孩 却丝毫不知 可是男孩纵使有着无数次机会 但是她却从没有表白过 甚至这一天 她忽然发现女孩 喂养的流浪猫来到大街上 而一辆汽车却直直地撞来 于是她直接挺身而出 可是大学时期 她却完美地错过了表白 而直到毕业后 身为继承人的 她到家族的公司基层锻炼 她却忽然再次见到了这个女孩 她忽然愣住了 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还是没敢说出口 直到女孩在公司谈起了男朋友 她看着这一幕无比的羡慕 这一次她知道自己可能真的错过了 直到女孩结婚十年后 这一天她得知了女孩的死亡消息 她赶来祭拜 没想到警方居然就在这时 逮捕了女孩的丈夫和闺蜜 而在此时她才得知 女孩这十八年过得很不好 而她得知这些消息 心情激荡之下 却一不小心发生了车祸 可是她却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因此穿越到十年前 也就是女孩刚刚和未来 会杀掉自己的男朋友 谈恋爱的时候 她决心一定要和她好好谈一次恋爱 她要把握住这次重生的机会 第二天身为部门经理的 智贺摘掉了戴了十几年的古板眼镜 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公司 而她的这种变化 也顿时让一众下属 瞬间变成小迷妹 下一刻她试图上前约志愿 却不料志愿想起了昨晚的事情 她刚刚和智贺分开 却看到她搂着自己的同事戏眼 心里顿时一阵抵触 立刻回答如果和工作有关 那么请告诉自己地点和时间 听着婉拒的话 智贺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什么情况 昨天分开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可是当晚她却在回家时看到这样一幕 她在等红绿灯时 好巧不巧地碰到了智原 在和一个男生说话 智贺清楚地知道 这是智原的初恋恩浩 可她不知道的是 智原来见恩浩 就是为了说清楚自己有男朋友 可是恩浩却以为是智贺 因为那天来邀请自己去同学会的就是她 智原这才知道 原来为自己在同学会上化解麻烦的就是智贺 可是智贺却不知道这些 她心中一直想着智原和恩浩见面时的笑容 心里顿时久久不能平复 难道自己又要错过了吗 下一刻她似乎下定决心 于是直接掉头要去找智原说清心意 可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独自回家的智原却遇到了麻烦